其实吸引力法则并不是玄学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咱们今天啊 就来聊聊吸引力法则的原理 说到吸引力法则的原理 就不得不提一下超弦理论 超弦理论 是目前科学界 第一个能够把宏观的相对论 和微观的量子力学 两大理论结合起来的一个理论 是由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提出的 就是拍摄暗淡蓝点的那位 爱因斯坦晚年研究了30年都没有结果 超弦理论认为 我们的宇宙总共有10个维度 而我们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都是由一个个振动的弦组成的 并不是原子中子电子 光子中微子克这些基本粒子 这些基本粒子 只不过是 弦的不同振动频率的激发态而已 而这个所谓的弦 就是像橡皮筋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可以称为能量圈 这个橡皮筋振动的频率不同 就会形成不同的东西 它不但可以组成看得见 摸得着的现实事物 还可以组成我们的思想 宇宙万事万物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思想 想象出来的某个振动频率的东西 我们的大脑 就像是一个频率发射器一样 不断地向宇宙中 发射各种频率的橡皮筋 而这些橡皮筋 就会吸引相同频率的东西 如果超前理论是对的 那么吸引力法则就一定是对的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科学依据 比方说 我们去想象我们拥有的一套别墅 我们思想发出的频率 就会跟这套别墅的频率相同 慢慢地就会把这套别墅 吸引过来 你想象的这个东西越详细越好 比方说这套别墅在什么位置 一共有几层 外面什么颜色 里面有几个房间 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等等等等 最好是能把它画下来 你想象的越详细 这个振动强度就会越强 就越容易吸引来你想要的东西 朗达拜恩在他的书中 就提到了一个案例 就是说有个人 他把他所有想要的东西都画了下来 做成了一个相框装裱起来了 挂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每天想象自己 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之后的生活 后来这个相框几经辗转 被他放到了地下室 结果五年之后 奇迹发生了 他真的买了一套别墅 当他搬家的时候 他又翻出了那个相框 当他看到这个相框的时候 激动的泪流满面 因为他看到自己买的房子 跟自己画的一模一样 三层楼黄色外墙 甚至连院子的大小和布局都一模一样 自己开的车 也跟相框里自己画的车 也是相同的品牌和型号 所以说 大家在想象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具体一点 比方说你想一年内挣多少钱 就一定要想清楚到底挣多少钱 比方说十万二十万一百万 因为不同数量的钱 也会有不同的振动频率 甚至如果你做的是进出口生意 挣的是美元欧元英镑等等等等 都要想清楚 或者说你想一年内换一辆什么车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 你想要哪个品牌的车 甚至哪个型号的车 并且坚定不移的相信 自己已经拥有了它们 到时候我去4S电梯车就行了 最后大家可以把自己一年内 一年内最最想要的东西 照这个方法去试看看 大家一年之后 可以来看看 自己当时按照我说的方式 许下的心愿 有没有实现 期待大家的回复 希望这个方法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